一个男人跟你说了这三句话 说明他已经骨子里嫌弃你了 一,你烦不烦,不想干就别干 女人在婚姻中经常为家务事所操劳 整日忙东忙西,没有自己的时间 把时间都奉献给了家庭 时间久了就会对男人的懒惰,心生不满 转化成在外就是经常埋怨男人不做家务 不体谅自己 久而久之,男人心里也会很不舒服 变得嫌弃女人 觉得他就是小事 不做就不做 不要整日唠叨他,让他厌烦 他已经忘记了女人为家庭的付出 如果没有女人,家里早就乱成一团 他也难以每天体面的出门 男人忍受不了女人的抱怨 却忘记了女人对他多年的照顾 二,要不是为了孩子 我早就跟你离婚了 男人说了这句话 虽然说可能是气话 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来 他对你感情淡薄 他已经不在乎你的心情 只想一门心思的伤害你 让你痛苦,让他痛快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 总有厌烦的时候 但是如果对对方还有些怜惜之情 也绝对不会说出这么决绝的话 三,我和他没什么 你不要疑神疑鬼 女人的第六感特别准 如果男人在外面有什么 他一定会觉察出来男人的不同 但是通常男人只会否认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反而指责女人想太多 太敏感,一生一鬼 只要女人不抓到她现行 她一定不会承认 反而会一直嫌弃女人 一直攻击女人 让女人为自己的怀疑后悔 自己却在外面快活 写的事 男人员 心疼 寻立